1908年,日本国内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不论在火车上、电车上、还是渡轮上,总有很多人在阅读王阳明的传习录。 许多人读了之后,立马就闭目静坐,开始思索其中的奥义。 当生活中出现了困惑,他们总能从传习录中找到自渡的两方。 杨明新学是在王阳明离世,大约80年后传入日本的。 公元1602年,王阳明新学的代表作《传习录》传入日本1650年开始出版。 随后,王阳明新学竟变成了日本发展和崇信的重企。 日本经营之圣岛圣和夫、三菱集团创办人延启米太郎、草田大学、创办人大威崇信等都将王阳明新学奉为自己的人生哲学。 传习录为王阳明弟子所作,书中收录的是阳明师生日常对话和信件。 王阳明新学的思想就是被记录在其弟子编撰的传习录中的。 如春秋时的老子一样,王阳明的思想也主要是由其弟子继承并发扬的。 今天,我们从中精选王阳明和弟子八段对话,让我们一起领悟王阳明新学的智慧。 关于工作 弟子曰,此学甚好,只是不输宋语凡难,不得为学。 杨明曰,不输宋语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 一文大义,有一位地方官,常去听王阳明的新学讲座,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偶尔会成恍然大悟之态,眉飞色舞。 约遇后,他却深表起遗憾来,您讲得真精彩,可是我不能每天都来听,身为官员,好多正事缠绕,不能抽出太多时间来修行啊。 王阳明接口道,我什么时候让你放弃工作来修行? 该官员吃了一惊,难道在工作中也可以修行? 工作及修行,王阳明斩钉截铁的回道。 我愚昧得很,该官员既迷惑又惊奇,难道您让我一边工作,一边温习您的学说? 王阳明说,新学不是悬空的,只有把它和时间相结合,才是他最好的归宿。 我常说在世上磨练就是因此。 你要断案,就从断案这件事上学习心血。 例如,当你盼案时,要有一颗无善无恶的心,不能因为对方的无礼而恼怒,不能因为对方言语婉转而高兴, 不能因为厌恶对方的请托而存心整治他,不能因为同情对方的哀求而趋以宽容他, 不能因为自己的事物繁荣而随意草率结案, 如果刨开事物去修行,反而处处落空,得不到心血的真谛。 该官员恍然大悟,顿感自己的心灵满载而归。 人们眼中,工作是工作,修行是修行。 工作是为了糊口,与其有关的词汇是乏味、机械、劳累等充满了俗世气味。 而修行是高大上的,与其有关的词汇是心灵、修道、正果等。 修行两个字本身就给人远离尘世的超脱质感。 人们眼中,修行应是找个深山老林,最好是由古庙镜寺的深山老林, 静坐、练利瑜伽、独独佛经、深呼吸、或是朝拜宗教圣地。 比如去海拔五千多米的西藏佛教神山岗人波起,冒着生命危险转上几圈。 这种修行方式在王阳明看来就是着向了,脚柔造作,为修行而修行。 他认为,工作就是修行,工作情境则是最好的修行之地。 1509年,王阳明被任命为奴隶先令。 几个月后,他给弟子们写信《谈心学》,最后说道,正是虽聚,亦是学问之地。 工作及修行,在王阳明看来就是在工作中治良知,尽量进入四合境界。 所谓四合就是与天合、与地合、与人合、与己合。 与天地合就是万无一体之人,做官时要把百姓当作自己的一部分, 与人合则是处理好自己与上级、下级的关系。 与己合就是听从良知的命令来行事。 岂止是官场,但凡是工作场所都是修行之地,工作越繁重,修行的时机越好。 号称,吃透阳明心学的日本经营大师道圣和夫说, 在工作中修行就是努力工作,心无旁骛地投入眼前的工作。 王阳明对工作中修行的解释是,在工作中自然而然地按照良知要求去行事, 除了良知的指示外,心无旁骛。 你在工作中的表现如何,良知轻而易举就能知道, 不期良知才是真修行。 有个叫南大级的官员对王阳明说, 我为证总有过失,先生为何没有说法? 王阳明反问,你有什么过失? 南大级就把自己为证的过失一一说给王阳明听。 王阳明听完后,以为深长地说道, 你这些过失我都指点过你。 南大级一愣,你好像没说过。 王阳明反问道,如果我没有说过, 你是如何知道这些是过失的? 南大级服制心灵,惊叫,良知。 王阳明点头,南大级兴奋地大笑。 几天后,南大级又来接王阳明, 叹息说,如果身边有个能人经常提醒我, 我在工作上,犯的过失可能会少点。 王阳明说, 你身边就是有个无所不能的人在时刻提醒你啊。 南大级略加思索, 尖叫道,良知。 又几天后,南大级又来问王阳明, 行为上有了过失可以改变, 心上有了过失可如何是好。 王阳明看了他一眼, 说,你现在良知已现, 心上不可能有过失。 心上没有过失, 行为上也就不可能有过失。 我从未见过心上有过失的人会用心工作, 也从未见过用心工作的人心上还会有什么过失。 在王阳明看来, 工作和修行是一体的, 正如知行合一一样, 也正如史上磨练的心血基础一样, 修行无体, 以工作为体, 以生活为体。 离了工作和生活, 修行就变得毫无意义。 有个叫朱婷立的官员向王阳明请教在工作中治良知的问题, 王阳明答非所问地和他谈起了修身。 朱婷立上班后, 按照王阳明的教导进行一系列的修身之术。 从中知道了自己心中厌恶的事情, 而百姓厌恶的事情也知道了。 知道了自己的欲望, 也就知道百姓喜欢什么了。 舍弃自己的私利, 也就知道百姓的利益是什么了。 提醒自己要遵守道德规范, 也就知道了百姓应该遵守什么了。 驱除了心中的魔鬼, 也就知道百姓心中每天都想什么了。 明白了这一切, 而主动去做, 就是治良知了。 三个月后, 他发现他不但了解了百姓的好恶, 还得到了百姓的真心, 百姓纷纷在背后说他是好父母官。 朱婷立感叹说, 我今天才知道, 原来修身不但可以养性, 还能提高工作质量。 但他突然懊悔, 工作质量是有了, 可我的心血造诣没有提高啊。 于是, 他又去问王阳明如何学习心血的问题。 让他感到莫名其妙的是, 王阳明这次没有跟他谈一句学习心血, 却跟他谈上了工作。 朱婷立回到工作岗位上, 认真工作。 三个月后, 他恍然大悟, 原来, 百姓所以亲近他, 就是因为他之前按照王阳明的修身要求主动在修身。 比如, 把百姓厌恶的事情驱除, 我就有了承恶的快感, 让百姓得到了很多好处, 我也就有了能遏制欲望的能力, 顺应了百姓的心声, 我也就舍弃了自己的私利, 经常告诫他们要遵守法律, 我也就有了时常警惕自己的心, 解救了他们的苦难, 我心情很好, 也就驱除了心病。 看到百姓人人都圣人了, 我其实也就是圣人了。 于是, 朱婷立二度感叹说, 我今天才知道, 原来提高工作质量的诀窍就是先修身啊。 后来, 他又去见王阳明, 问王阳明工作和修行的关系。 王阳明说, 修身和工作其实是一回事, 修身是为了工作质量提高, 提高工作质量来自于修身。 修身是体, 工作是用, 只良知就是其中诀窍。 朱婷立最后得出结论, 修身和工作是一回事, 用良知去修身就是工作, 用良知去工作就是修身。 这也正如道圣和夫所说的, 工作中修行是帮助我们提升心性和培养人格的最重要, 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我们去用心工作就是用工作来磨练我们的心, 提升了我们的灵魂层次, 光明了我们的良知。 工作中修行就如同走路, 迎边走边认, 边问边走, 在路上体认良知, 最后必能抵达目的地, 良知的光明。 一个人最大的无良就是不能履职, 因为它是对你良知的背叛, 同样也会把你的人生带入深渊。 关于情绪, 帝子曰, 有所奋志, 如何? 杨明曰, 只是个物来顺应, 不要这一分意思, 便心体扩然大功, 得其本体之证了。 一文大义, 帝子问, 情绪不好, 愤怒怨恨怎么办? 王阳明回答, 顺其自然, 不要沾上主观义气, 就能保持本心的平静。 愤怒的情绪很正常, 每个人都会有, 但是如果任由自己发泄情绪, 往往会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王阳明给出的方法是, 戒掉主观, 人尽量不要把自己带入, 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人的情绪就会减弱很多。 莫言得奖之后, 很多人对他进行攻击, 莫言却毫不介意。 他说, 大家骂的不是我, 而是一个大家眼里的作家莫言。 我和大家一起来观察这个莫言。 这其中的疏离感, 让莫言在诸多诋毁中, 依然活得自在潇洒。 苏时有云, 不时如山真面目, 只原身在此山中。 学会旁观, 让自己跳出来, 人生才能不被情绪控制, 不被运露作用。 关于自行。 弟子曰, 亦有常义动起责任。 杨明曰, 学须反己。 若图责任, 只见的人不是, 不见自己非, 若能反己, 方见自己有许多未尽处, 惜下责任。 一文大义, 弟子说, 有个朋友常常生气责怪别人。 王阳明回答, 如果只是责备别人, 看不到自己的不足, 那自己将无法进步, 意识到这一点, 怎么有空去指责别人呢? 心理学上有个说法叫, 偏颇的思维定势。 如果事情成功了, 人们倾向于这是自己的功劳。 如果事情做得很差, 人们则认为这是别人的问题, 把问题归咎于别人, 是人的本性。 所以, 在某种意义上, 反省自己并非一种美德, 而是一种对自身偏颇思维的校正。 通过反省, 我们才能公正地看待别人和自己。 认清自己, 发现自己的问题和缺陋, 以缺为正, 补偏旧弊, 这样才能不断改正, 不断成长。 关于放下, 弟子曰, 去草如何一寻于理, 不着意思。 杨明曰, 草有妨碍, 理义一去, 去之而已, 偶未及去, 以不累心。 若着了一分意思, 及心体便有一类, 便有许多动气处。 一文大义, 弟子问, 如何去掉心理的杂草? 王阳明回答, 杂草有害, 当然要清理掉, 但是如果偶尔没有清除干净, 也不要放在心上, 你越在意心里就会越乱, 心中盯着那一块未出的杂草, 那心中就杂念丛生了。 王阳明因为出色的军事才能, 屡次被朝廷征兆平叛, 某种意义上, 他成了朝廷的兵器。 老子曾言, 兵者, 凶器也, 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大战之后, 看到战场上的死伤, 王阳明总是出现一些懊悔, 内疚的情绪, 这些纷乱的情绪, 就是心中的杂草。 王阳明认为, 如果总是沉溺在这些情绪中, 人往往会失去未来, 与其纠结后悔, 不如恢复战后秩序, 还百姓以安乐。 人生总有不如意, 谁都有痛苦纠结的时候, 这个时候越是在意, 越容易被负面情绪控制。 王者不可见, 来者有可追, 收拾心情, 放下过去, 才能拥抱未来。 关于做事 弟子曰, 净时一决一字好, 才与时变不同, 如何? 杨明曰, 人须在世上谋, 方立得住, 方能静一定, 动一定。 义文大义, 弟子说, 做事之前, 思路感觉很清晰, 规划得也很好, 但是开始做事之后, 就发现事情和自己想的, 就不一样了。 王阳明说, 只静心思考是没用的, 在事情上磨练自己, 一个人才能慢慢做事, 调理沉稳。 刀在石上磨, 人在石上练。 一个人学了很多的游泳技巧, 却总是站在岸上, 那永远学不会游泳。 日常生活中, 很多人容易犯眼高手低的毛病, 想得很简单, 做起来却发现完全不是那个样子。 理论和实践毕竟不同, 在不断思考的同时, 不断践行。 知行合一, 用行动校准认知, 用认知调整行动。 相辅相成, 表理相依, 一个人才能真正把事情做成, 把事情做好。 关于自律 弟子曰, 己思难克, 奈何? 杨明曰, 人须有为己之心, 方能克己。 能克己, 方能成己。 一文大义, 弟子问, 面对欲望, 我总是无法控制自己, 管住自己, 怎么办? 王阳明回答, 一个人有完成自己的心, 才能克制自己, 能克制自己, 才能成为自己。 刷短食品, 吃垃圾食品, 熬夜追剧。 我们总是沉迷于低级的快乐, 在欲望中沉溺无法自拔, 一次次下定决心改变, 一次次失败颓然。 整日迷茫焦虑, 却始终一事无成。 欲望让人沉沦, 自律让人跃迁。 而自律的前提, 是要有畏己之心。 你要知道自己, 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知道自己的目标, 找到自己的位置。 王阳明说, 智不利, 天下无可乘之事。 一个明晰了自己的志向的人, 才能真正摆脱低级的快乐, 拥有自律的人生。 关于内好, 弟子曰, 做文字不免费私, 做了后又一二日, 长记在怀。 杨明曰, 文字思索亦无害, 但做了长记在怀, 则唯文所累, 心中有一物一意, 此则未可也。 一文大义, 弟子问, 文章写完了, 但是却依然挂在心里, 总是思来想去, 觉得有些地方写得不够好。 王阳明回答, 总是装在心里, 会未闻所累, 过去的事情, 要学会放下, 清空自己。 生活中, 我们经常有这样的问题, 事情明明已经过去了, 还是不断在脑海里上演。 事情明明没有发生, 却担忧焦虑。 在内好中, 白白消磨当下的时光, 唯有把心里的事情清空, 一个人才能摆脱内好的烦恼。 王阳明说, 既来吃饭卷来免, 至此修行悬更悬, 饿了就吃, 困了就睡, 活在当下, 这才是一个人最好的修行。 在脑海里划分出不同的抽屉, 把不同的事情装进去。 一旦一件事完成, 就关上相应的抽屉, 然后专注下一个抽屉。 事来则应, 事过不留, 活在当下, 才能保持内心的宁静和清明。 关于读书, 弟子曰, 看书不能明, 如何? 杨明曰, 凡明不得, 行不去, 需反在自心上提当。 义文大义, 弟子问, 看书看不懂, 怎么办? 王阳明回答, 凡事不能明白的, 需要返回自身, 从自己心上体会。 罗振宇认为, 读书有两种方式, 不会读书的人把书当成山, 自己去爬山, 过程中关心的是, 这座山我爬了多少, 这样的人一知半解, 读再多的书, 也无法化为自身的养料。 会读书的人, 则是把自己当成山, 用书来爬自己, 用书里的火把, 映照自己, 发现自己, 继而点亮自己。 王阳明先生说的就是第二种。 当我们在书里, 找到了和自己内心因合的东西, 书籍才能真正化为自己的血肉, 书籍才能成为照亮自身的灯塔, 才能成为通往未来的渡船。 人生路远, 各有迷途。 王阳明和弟子的对话, 发生在五百年前, 但是如今, 读来却依然感同身受。 工作的方法, 内心的焦虑, 愤怒的情绪, 生活中那些想不通, 看不透, 解决不了的问题, 不妨试着在王阳明心血里找寻答案。 感谢观看天天读书会, 我们下期见。 好的,